进屋就有人给做饭这种感觉咋样 嗯那挺好 挺好啊 咋说挺好呢 都回家能吃个弄什么肉饭吧 能吃个弄饭 是挺多年都没就是这样 让屋里有人给做个饭了 没有了 多长时间你吃了就夹一片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真是唱戏的唐眼赖 可歌可泣啊 咱大哥不是在干活的地方 就是在干活的路上 几十年来 咸菜馒头吃了这份没下顿 看到漂亮媳妇为自己下厨做饭 感动的都哭出来了啊 大哥是晒黑了还是咋的呀 咋的烤的呀 烤的呀 烤的烤烤烤的 烤烤烤烤烤的啊 咱具体是做啥工作呀 电汉不开啊 电汉不开啊 电池造的不烂 这个就是在这些休息场是吗 嗯 那这都是干啥的呢 就是修车 修车那样 不开啊 那像这些棍啥的这是干啥的呀 这是那个打铁的 这是烧烤的 这是电汉啥的 这是 也能整个六千多钱 六千多 嗯 打眼睛的 打眼睛的 就是眼睛打的吧 反正打的 马上就 直觉着疼着 我看到都戴着面具呀 戴着面具吧 就是反正时间长了 戴着面具的话 不加小也打了 就像那个真扎眼睛似的 那么疼 晚上我探眼泪 好好探眼泪 天空一声巨响 咱大哥闪亮登场 大哥也是长江里的石头 经历过大风大浪 看看这脸庞子晒得跟个黑炭似的 红娘都忍不住发问 这是先天的还是探考过的 为了能把这本手艺学好 咱大哥顶着眼睛疼得流泪 也是咬紧牙关向前冲 好在每月的收入足够可观啊 父母妈欣赏命 晚上我母亲妈 她给我猫咬子 这家子是做了一下子 给鼓子做坏了 就像她能吃过去 你说那体格那是 你说你还跟她那吵着 我说实际上实在过去 咱去离开 没有我父母那么大寿 晚上还撑抱你 我说不行的话 你再找一个 比我父母再强点 这块就是咱们住的屋 对 这个是住的 这屋就是买的 没时间熟的 没时间熟是吧 这个屋吧 这个屋住也是 那屋干活的 一共是一年是四千块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麻省总挑细处断 厄运总找苦命人 咱大哥一家 几乎还真是多来多难啊 父亲他的心脏病 啥重活累活都干不了 母亲的腰也因为意外受了伤 这一大家子的重担 就全靠兄弟姐妹几个支撑下来 大哥的全部经历都放在了工作上 家里脏乱差也属实能够理解 就是不知道存了这么多钱 娶回来的媳妇值不值当啊 那上哪儿 大哥 做那个防疫工作的 防疫工作 啊 啊 那是具体是啥防疫工作 就是给鸡做苗 给鸡做苗 嗯 啊是给鸡打针那个吗 对对对 啊 这我给你找个头了 这个 就是干这个工作的 卖 这这这这个针头就是给扎的吗 不不不 这那 按照这个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东西挺粗啊 呵呵呵 那不能是这个 就是这么一按 哦 给这个就是放在那个 那药里头 就是 就是 就是这种的 就这样 就这样 啊 像我们打针也就这么快 就这样高大姐一边在防疫站 给鸡鸭鹅打疫苗 一边抽出时间照顾女儿 那苦啊 真是没少吃啊 一天在扎的上多少只 一天呢就是 就看扎大的小的 看 亮了 哦 所以多时候一天扎的多少只 嗯 也 一万多 一天一个人扎一万多 一万多 嗯 那就是从几点扎到几点 那不一定 不是说是这 有时候这一家哈 就是 比方是三千来五千来 我们去几个人来 嗯 就是这你完全干完这家那家 就这么呢 天空两声巨响 咱大姐闪亮登场 大哥是勤劳能但能吃苦 大姐也是笔上不俗笔下有缘啊 拿着这么大的针管子 一天都能打五位数打底的鸡 一群人跑动跑息的四树猛火 这要是手上一食物了 那扎在四个身上可就遭殃了 一马归一马 以后孙子要是不听话了 咱大姐针头一拧 就是妥妥的哄孩子神气啊 大哥刚刚活 我看你的脑门上还有汗呢 嗯 才干活 干啥的这呀 正在这儿玩修两个车子 把那个车子给正完了 那炒饭还行 长相一块长的啥都行 长相还行 因为他那脸是就是念的 烤的知道知道 烤的知道 我们家也干这行的呀 我弟弟都会 这个是大哥的一个就是小型的一个修理铺 就是把刀边完有来修车的 还有就是大哥自己接一些活 整一些那个汗东西啥的 简单的脸你看看吧 就是这都是大哥的一些工具啥的 我爸就是干这行的 我老爹就干这行的 你父亲就干这行的 那大姐应该能稍微懂一点 懂 懂一点 你看这时候你知道是干啥的吗 吃床子是不是 对对对出床子 大哥就是没事 就是这个管啥的 给那个做那个蜂窝梅那个模具啥的 这是出于大哥额外的就是 额外就是自己的闲下时间干的活 真是司马懿扶住哥 甘拜下风啊 明知道今天是娶媳妇的头等大事 能否脱离老光棍的行列 为世界脱单攻坚出一份力 就看死一遭了啊 没想到大姐到的时候 大哥还顶着一头大海 还好大姐也是一点不嫌弃 实验演员不错 而且大哥的工作 还是父亲的老本行 人家也是一点不觉得大哥埋态 他这个买卖没有 是不了解他这个买卖 现在是什么样的 另外说他这一摊那也不值得多钱 这岁时候他没有 他他没有那个老板 我他没有老板 那一年老七一年啊 他这好的话 其实平均下来大姐 平均下来一月六千块钱的话 你的十二个月的话 就能定着七八万块钱 七八万块钱的话 除了就四千多块钱之间 那事就纯正 那这种的话还不光俩花吗 你现在他现在五十三 五十三 他这个首业国支持好门干的 六七十岁 咱这王长远了就是说 再去看一看 是是是 虽然说对大哥的工作不厌烦 但是一想起两人没老保没保障 大姐也是打心底的不安稳 虽然现在还能靠着这么手艺吃饭 今天可以 但是明天后天呢 红娘也是扁的挑水 心挂了两头 连忙好言相劝 大哥一个月七八千的营收 一年到头 纯收入都能七八万块 养活两个人 岂不是张飞吃豆养 小菜一顶 小菜一顶 我有点事 这火吗 用火的 给家子 咋的了 你找个大火 行 那好了 你慢点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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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是跟你讲 我们在阿娘 那是能了 行我去看看 我从外看看 没事 挣一天就不吵了一会儿 那别那么活 这生意不错 停止电话 你等一空得接三四个 三四个电话了 一一二就是把握住活好 两万块钱也账 两万块钱也账 要是活刺五六千块钱 法还行 真是刘备编草鞋 手艺高啊 就两人刚坐下来不到半会的功夫 来给大哥上完送钱的是络绎不绝 刀割韭菜 一茬一茬的来 大姐也是打心底的佩服 直呼大哥的生意这么好 那人家的手艺肯定是没话说 当局这民旁观之轻 但大姐却是心知肚明 大哥说七八千块肯定是网少了的 以后可不用为生活担心了 那饭等晚上我去坐去吧 我等会回去了 现在五点时 等一会吧 你刚才是姑娘给打电话了 嗯嗯 这也是 因为他家校吧 他整俩还大得九岁 这一个才十五个月 他离不开手 做不了饭 那个楼上我得回去跟他做饭去下班 嗯 完了那个 等到中午 就练嗓就练 顾嗓就练 在家母家这些人 有时候还外来人 嗯 他们这些我给做这些饭 他们这些我给做这些饭 他婚姻早上好像就是 那个 是啥时候回去吃饭的 啥时候是 哦就是对 他得给他婚姻他们家做饭来的 对对对对 可能外面那家做饭 他要是给他婚姻做饭 那现在现在接受不了 关系现在我已经找不到的 嗯 就是给我做饭洗衣服 省了一天 没有 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哈哈 我 我 没有 没时间做饭 真是冷灰里爆出热栗子 一想不到啊 大哥的电话是一个接一个来送钱 谁知道大姐那头又来了电话 咱这才知道 大姐的女儿有时疼不开身 自己就只能每天中午去给孙子做饭 大哥一听也是不乐意的 自个不是在干活的地方 就是在干活的路上 吃了这顿没下顿 咸菜馒头啃都啃完了啊 本来找媳妇就想了能吃上口热饭 这下好了全包汤了 整个肚子呀竟然快点 观众我现在过去我 就干活的话 我总忙了 能帮做饭啥 我自己能干活 不是 就是那咋的 就是那几个月都行 如果秋天时候忙 这时候不忙 如果像大哥说如秋左右 假如说俩人相处差不多的话 过来的话这方面能不能接受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了解完以后觉得还可以呢 那那个自己那边咋想吧 自己能我们那个阿大 他还有婆婆呢 差不多吧 嗯 就婆婆能帮着脱婚 嗯 差不多 能这种情况能过来 你都能接受 是 咱看这么亲事也是 铁头戴了钢帽子 保险得很啊 咱大姐要是抽不开身 咱不计也有婆婆能照料啊 自己好不容易铁树开花再捧一春 错过这个可就不一定有下个了啊 受累了啊 刚才就是大哥给外头忙活 一进屋就有人给做饭这种感觉咋样 嗯 那挺好 挺好啊 咋说挺好的 都回家能吃个弄什么肉饭吧 能吃个弄肉饭 能吃个弄肉饭 是不挺多年都没就是这样 让屋里有人做个饭 没有了 多长时间你吃了这种夹饭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嗯 箱子 我洗一箱子 嗯 啥又 那不能啥不干呢 啥呢 也得干点糊啊 吃个菜能吃过 想掉 钱不钱啊 不敢 哈哈哈 跟自己做的咋样比起来 你给我做全都过来 全都过来 真是唱戏的唐眼泪 可歌可泣啊 自己在外面忙的是腰酸背疼 头晕目眩 一推开家门看到正在做饭的席步 不仅腰部酸了腿不疼了 就是让人家再干个八小时 大哥也是一点不嫌累啊 看看给咱大哥感动的啊 几十年了还是第一次吃到口肉饭 要不是刚才没喝水 咱看这不眼泪豆子叫豆子啊 我再问你一下子 那你的婚史是整回事啊 离婚 离几年了 离十十多年了 多大钱孩子多大钱离得婚 六岁有七分 六岁有七分 六岁有 六岁有 好 走的法还行 挺躺是个人的 我就是得意正经过这人能干活的 做个啥买买买买的 好的还行挺好的 咋的了 我那天跟他说的话 我当时吧 我这心里也是形似别的事 嗯 他说孩子六 六岁左右吧 我们俩就离婚了 多大钱孩子多大钱离得婚 六岁有七分的 好 那个 我说那你离婚多少年了 他说十年 十年了 你几年了 你十十多年了 十年你算了孩子六岁 这才十五 那你这个时间差别也许 咋说呢 中间是真是说是带找一个 或是说刚离婚是怎么个意思 我 大姐心里是刚刚是有点顾虑觉得是吗 对 那你说 能不就是他说的每一句话 我能不在脑海中想一想吗 行行行行吗 能不考虑考虑吗 往前卖这不怎么卖 卖不卖 啊 能不这么想吗 虽然前面是聊得顺风顺水 没一点意外 但是大姐却始终心里有个结 不知道大哥婚礼的具体情况 觉得大哥给出的回答不合逻辑 到底大哥是百货大楼卖西装 一套一套的 还是八棒大锤钉钉 满有信心 咱们就骑着看畅吻 走着瞧吧 那是哪年离的婚啊 我也不是哪年 反正现在 我家小孩好像是六七岁 没上学呢 嗯 离婚了 那离几年呢 你们呢 这婚呢 十多年了吧 那现在孩子的 二十五 二十五啊 嗯 孩子这个年龄 离婚这个时间 你不是挺带着 挺疑惑的吗 那你现在这么一听完 他儿子才二十五 二十五 没有啥鼓励的 就是觉得能不能联系 留个联系方式 来接受别种的 是啊 大姐呢 也是这个想法 也是这个想法